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马铃姐 在禁书界 有一本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却无人敢讲的书籍 因为凡是与这本书扯上关系的人 没有一个能安全的活着 7月1998年 一本名为魔鬼诗篇的书籍 在英国上市 随即该书立刻就被印度 巴基斯坦 沙烏地阿拉伯 埃及 索马利亚 孟加拉 苏丹 马来西亚 印尼 卡达 南非等多个国家 列为了禁书 禁止出版 不只是不能出版 此书的作者 萨尔曼·鲁西迪 甚至还被伊朗最高领袖 鲁霍拉·萨木维·何梅尼 下令追杀 何梅尼甚至还开出了 高达300万美元的悬赏金 给任何能够成功取下 作者性命的人 毫无疑问 当时这道刺杀命令 立刻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 幸好鲁西迪是英国公民 并在英国情报部门 24小时的保护下 度过了数十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直到西元2022年 鲁西迪决定不再秘密活着 他来到了纽约进行一场公开演讲 然后在那场演讲上 鲁西迪竟然真的被刺客袭击 所幸在经过医生的抢救以后 鲁西迪恢复了健康 却也失去了他的优业 不只是作者受到过伤害 根据统计 自从1988年书籍问世后 此书已经造成了数百人受伤 及60人死亡的悲剧 包含了1991年翻译书籍的日本人 伍石兰伊 挪威翻译威廉奈加德 意大利翻译埃托雷卡普里奥洛 以及数十间出版社 全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 原来当初何梅尼 除了对作者下达刺杀命令以外 还宣布所有参与书籍的出版商 翻译人员 以及所有阅读过此书的人 全都该被判处死刑 而这全是因为作者鲁西迪 竟然在这本书里揭露了 古兰经删除近千年的撒旦话语 使得此书一上市 就被贴上了恶魔标志 其实马林姐很早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这本禁书 他爱与凡是公开阅读 传播此书的人 很多都已经遇难 因此稍微犹豫了一下子 但后来我还是决定要与大家聊聊 因为一个常聊禁书的YouTuber 怎么可以错过史上最大禁书 魔鬼诗篇呢?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影片 那么究竟魔鬼诗篇到底记录了什么 我们不能知道的事 为什么古兰经会将它删除 最重要的是 这本书籍里到底还记录了什么 伊斯兰教的秘密呢? 今天马林姐冒着生命危险 与大家聊聊直到现在光是阅读都可以失去性命的禁书 魔鬼诗篇 但在进入真正黑暗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什么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起源于西元610年 最近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 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被称为穆斯林 根据最新统计 目前全世界的穆斯林已有20多亿人 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5%以上 也就是说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穆斯林 是世界上仅次于基督教的第二大宗教 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大多集中在中东地区 那里储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 在一份2023年年终的统计表中 世界前10大的石油出口国里 有5个国家是伊斯兰教国家 其生产的石油占据全世界石油总量的37.4% 要知道现在人类的生活是离不开石油的 交通运输需要石油 电力生产也需要石油 就连生活中的塑胶 合成纤维 清洁剂 化妆品等等 都多少含有石油的衍生物 也就是说一旦掌控石油 就几乎控制了全世界 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 都掌控在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手上 不只是石油 在21世纪的今天 易开发国家生育率普遍低迷的情况下 穆斯林国家的生育率不但没有下降 甚至还有增长 例如印尼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孟加拉等国家 这几年的初出生率都有千分之十二以上 要知道 出生率可是经济成长中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 这代表未来我们只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穆斯林 而这些穆斯林可都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众 他们不但将古兰经奉为人生最高的 直到经典以外 还为了信仰坚持不吃猪肉 甚至还坚持用一生来执行武功 这武功分别是念 拜 克 斋 朝 念 是念证 每天穆斯林都必须要公开送念 清真证词 即是我作证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我作证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拜 是礼拜 每天全世界的每一位穆斯林都会朝向圣城卖家的克尔白 也就是天方进行五次礼拜 克 是天克 意思是救济贫苦 灾 是灾戒 缅尼伊斯兰利的九月 穆斯林都会进行一个月的灾戒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从日出到日落 穆斯林不能饮食 喝水 行房 抽烟等等 潮是潮境 指的是穆斯林在经济情况允许的情形下 一辈子必须要到克尔白朝圣一次 以上武功是世界上超过20亿穆斯林 此生必定遵守的五项原则 由此可见 以三教是一个多么虔诚的宗教 而这么一个令人惊叹的宗教 之所以会存在 却是因为一位凡人的功劳 西元570年 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人出生了 本来穆罕默德算是出生名门 但不幸的是 从很小的时候 穆罕默德的父母就去世了 因此他是由他的商人叔父 阿布塔利布抚养长大 在成长的过程中 穆罕默德时常会跟着叔父四处经商 所以从很小的时候 他就接触到了基督教与犹太教 因此也有学者认为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 在伊斯兰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伊甸园及大洪水的故事 甚至还可以看到 与基督教一样的人物 例如伊斯兰教里的阿丹 其实就是亚当 穆萨其实就是摩西 尔萨就是耶稣等等 然而根据穆罕默德的说法 他会承认基督教里的传说 不是因为他与俗父经商 接触到基督教这么简单 而是他亲眼见证过神迹 他甚至还亲耳听到 从造物主那里传来的讯息 而这些讯息最终由后人记录 写成了古兰经 也就是说现在伊斯兰教里面 最重要的经典古兰经 其实是来自造物主的神域 而他之所以可以见证神迹 则是与一段山洞奇遇有关 山洞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有的时候玛丽姐甚至认为 有些山洞也许是通向 另一个维度的重要通道 之前玛丽姐曾经在 达文西终极密码里面聊过 15世纪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一个神人 达文西 他不单是知名画作《蒙娜丽莎》 及《最后晚餐》的作者以外 他还精通了数学 天文学及物理学 甚至还领先了好几百年 就画下了滑翔机 降落伞 及直升机的草图 而根据达文西亲笔日记 他之所以会有这些作为 全是因为他曾在山洞里面 听见神秘声音 而我们今天的主角穆罕默德 他也有过一段山洞奇遇 而这一切全都要从西元610年开始说起 那年穆罕默德时常会来到 麦家希拉山洞里沉思 然后有一天沉思到一半的穆罕默德 忽然听到了天使加百列的声音 加百列说到阅读 穆罕默德睁开了双眼 环顾四周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全身散发光芒的人 穆罕默德一脸茫然的回 我不认识字啊 无法阅读 然后天使加百列 拥抱了穆罕默德 并说从现在开始 你应当奉你创造主的名义 而宣读 他曾经用血块造人的神迹 你应当宣读 你的主是最尊严的 他曾教人用笔写字 他曾教导人们知道所有不知道的东西 简单来说 天使是来告诉穆罕默德 他已经被造物主阿拉选上 从今以后 阿拉会借由天使传达消息给穆罕默德 而穆罕默德必须要原封不动的 再将讯息传达给世人 根据布哈里圣讯实录第66篇 《古兰经注释》的说法 穆罕默德第一次听见天使声音时 他非常的彷徨 于是他飞奔回到了加州 并将刚刚发生的一切 告诉妻子海迪策 甚至还询问妻子 自己是不是疯了 当时海迪策坚定的告诉穆罕默德 他没有疯 然后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加百列再次现身 于是从那一刻开始 穆罕默德就深信 自己应当遵从造物主阿拉的指示 将阿拉的讯息传达给世人 可是由于穆罕默德不会写字 因此每当他听到天使加百列声音时 他都会口述讯息 再由同伴记录 最终写成了《古兰经》 这是伊斯兰教里最重要的经典 其地位相当于是基督教里的圣经 但是《古兰经》涵盖的范围更广 里面不但记录了穆罕默德的生平 训诫 还记录了法律 伦理 刑法 商贸 战争等等 因此也有人认为 不适自的穆罕默德可以诵读出《古兰经》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在《古兰经》第112章1到4节里就有描述 阿拉是真主 是独一的主 阿拉是万物所仰赖的 他没有生产 也没有被生产 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 这句话使得整个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坚信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 阿拉 他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 整个世界都受到他的掌管和支配 也就是说伊斯兰教是一神论信仰 本来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奇怪的是后来有人发现 在《古兰经》第53章中 却记录了不知从何而来的三位女神 也许是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 穆罕默德忽然看到了大片流星陨落 紧接着他看到了天使加百列 他告诉穆罕默德 已消逝的星宿起事 你们的同胞穆罕默德不会被误到 不会误入歧途 更不会随他的私欲乱说话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来自阿拉的启示 原来是天使加百列再度降临 而这一天注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 因为就在加百列说完刚刚的话语后 他开始无限变大 直到他的翅膀覆盖整个天空以后 加百列开始下降 靠近穆罕默德 并带着穆罕默德来到天堂 在古兰经第58章14节到18节中就有记载 在第七重天的尽头 有一棵酸枣树 那里是永恒的花园 天堂的光辉淹没了那里 光辉异常明亮 甚至到了会伤眼睛的程度 但先知穆罕默德的目光 没有从光辉上移开 也没有受到伤害 他确实看到了阿拉最伟大的迹象 然而就在这神圣的一刻 加百列画风一转 突然对穆罕默德说 现在你有没有想过 拉特乌渣及第三位神马纳特 此时穆罕默德非常震惊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吗 根据之前加百列的说法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神阿拉 但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加百列忽然说 除了阿拉以外 还有另三位女神 由于穆罕默德 必须要原封不动的 将天使的话记录下来 因此尽管他当时觉得很奇怪 但他还是将听到的话语 诵读给门徒记载 不只是这句话很奇怪 根据许多宗教学者的研究 在最古老的古兰经中 穆罕默德不但提到了三位女神 甚至还说这三位女神是尊贵的赫 她们的代道是可预期的 意思是这三位女神的地位非常尊贵 尊贵到可以接受人们的摩拜 因为他们会把人们的祈祷传给阿拉 这不但违逆了伊斯兰教的异神论 甚至还有偶像崇拜的意思 但这两件事情都是伊斯兰教里的大忌 先知穆罕默德又怎么可能会说出 如此违背教义的话呢 因此也有人怀疑 穆罕默德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他听到的声音不是天使加百列 而是冒充真主的撒旦 重点是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古兰经第二十二章五十二节里 就有提到恶魔会去干扰先知 甚至还会传达错误讯息 而最终阿拉会破除恶魔的干扰 这句话证明了恶魔的确会去误导先知 难不成刚刚违背伊斯兰教的三位女神 就是恶魔想要误导人类吗 但多了三位女神会怎么样吗 于是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 马尼吉团队立刻去查阅伊斯兰教的经典 最终在一本一千一百多年前的著作 《塔里克》第六章中发现 就在穆罕默德向世人传递三位女神的讯息之后 加百列忽然找上了先知 并对他说穆罕默德啊 你刚刚做了什么 你怎么能向世人背诵 我没有从上帝那里带给你的东西 你怎么能说了他没有对你说的话 此时恍然大悟的穆罕默德终于意识到 他刚刚诵读的话不是来自阿拉 而是来自撒旦 于是他立刻做出了修改 并重生真主只有一个 而后人则是更进一步的修正古兰经 将原本这些是高飞的赫 他们的代道是可预期的这两句话删除 因为这两句话不是来自真主 而是来自撒旦 而这就是所谓的魔鬼诗篇 没错 所谓的魔鬼诗篇不是一首诗 也不是好几句话 而是隐藏在古兰经里的撒旦语录 而这两句话足以崩毁整个伊斯兰教 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的吗 整个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古兰经之上 因为20亿穆斯林坚信古兰经里的每一句话 甚至将古兰经视为了真理 必须要用他们的一身去实践 但现在他们信仰的古兰经里面 竟然含有撒旦语录 这样惊人的事情是穆斯林说什么也无法接受的事 甚至还有人开始思考 如果连先知穆罕默德都无法分辨撒旦和天使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确定 古兰经的其余部分全部都是来自阿拉的启示呢 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一神论或者是多神论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存在冲击到了整部古兰经的地位 这叫穆斯林如何接受 毕竟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信奉阿拉 并遵守阿拉所有的旨意 但现在光是这两句话就可能推翻一切 于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 魔鬼诗篇一直是穆斯林的禁忌 是大家不愿面对的伤邦 而魔鬼诗篇这本书的作者鲁西迪 不但在穆斯林的伤口上撒盐 甚至还拿起了刺刀 将更多古兰经理不被允许揭露的讯息 融合他的创意出版了魔鬼诗篇 原来根据鲁西迪的调查 撒旦当年说的话可不只有那两句 印度航空是印度最大的国际航空 于西元1932年创立 然而这天似乎不是他们的幸运日 在一声爆炸声后 420号班机迅速下坠 在飞机出事的那一刻 飞机上一半的乘客已经身亡 剩下另一半 有的紧握扶手惊声惊叫 有的被抛飞机外 有的则是不敢置信 一边体验失速坠毁的刺激 一边几里呱啦的戏出人生 而这位人凶 就是这本书的主角几百列 时间往回推回到111天前 此时印度的新闻正在大肆报道 当红的电影明星几百列 又被偷拍到与不知名的性感女郎 上酒店的花边新闻 说起这个几百列 他本来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而只是印度低层专门送便当的人 但后来他凭借着帅气的容貌 加上自身努力 成为了印度电影圈的当红炸子机 并准备进入国际影坛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几百列却因为一场武打戏被击中了脸部 当下几百列血流如注 每几分钟就陷入昏迷 工作人员见状 立刻将他送医 直到13天后 他才终于清醒 可是清醒后的几百列 却发现自己染上了一种怪病 只要情绪激动 他的鼻子就会出血不止 严重的时候 甚至还会七孔流血 而且无论如何医治都医不好 这让几百列的演艺事业完全停摆 因为没有人愿意让一个不断流鼻血的人 饰演任何角色 于是绝望的他开始转向阿拉祈祷 希望阿拉能够保佑自己尽快痊愈 但令几百列失望的是 阿拉没有回应他的祷告 直到有一天 认清事实的几百列停止了祷告 他非常愤怒 甚至还将自己罹患怪病的事情 怪到阿拉头上 然而离奇的是 就在他停止祷告以后 他的病竟然痊愈了 于是从那一刻以后 几百列就不再信奉伊斯兰教 甚至还来到有卖猪肉的高级餐厅 点了一堆猪肉料理 并在那里邂适了他一生的挚爱 于是大病出狱的几百列重返了影坛 并在12月1号登上了420号班机 准备飞往伦敦演戏 当飞机起飞飞向天空的那一刻 几百列再次感到了自己人生重回了正轨 然而就在他心满意足的那一刻 后方经济舱竟然传来了尖叫声 什么声音 这是几百列当下第一个想法 然后他回过头去 看到了此生最令他崩溃的一幕 原来是由歹徒要控制飞机 不止如此 由于歹徒一直无法与航空公司达成协议 最终愤怒的歹徒 在那一刻几百列被抛飞到了机外 由于此时飞机的高度不高 因此几百列没有失去意识 他嘴里不断大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但一切真的发生了 此时他正以极快的速度朝地面坠落 然后就在他意为自己必死无疑的那刻 他进入了一条时空隧道 在那一瞬间穿越回到了1400多年前的卖家 此时的卖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商业城市 整个城市按照财富阶级 一圈一圈的建造 最有钱的居住在内环 并依序向外扩张 在城市的正中心是克尔白 一年堆放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60尊神像 每年这些神像会吸引大批信众来到克尔白朝圣 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 直到一位名叫摩罕德的人 忽然大张旗鼓的宣称 一神论信仰 这让城里的商人开始担心 如果他成功了 人们不再信奉多神教 将会导致神庙破产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 已经看出来了 这里的摩罕德就是在影射穆罕默德 于是就在商人们讨论以后 他们决定派出城主 去跟摩罕德商量 要他不要再坚持一神论信仰 并提议 若是他承认三位女神 那么摩罕德就可以进入议会 方便他之后宣扬宗教 由于此时摩罕德刚好在传教上 也遇到了一些瓶颈 因此在城主提出愿意 给他议会席位之后 他开始动摇了 他飞奔至山上呼唤天使 并询问他 能不能同意三位女神的存在 想当然天使怎么可能会同意呢 但摩罕德却在天使 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下山来到广场前面 并宣读了恶魔诗篇 正式承认除了阿拉以外 还有三位女神的存在 甚至还说这三位女神是阿拉的女儿 所以信徒除了要敬重三女神以外 更该膜拜他们的父亲阿拉 说完广场响起了炉雷掌声 众人们见到摩罕德终于承认三女神后 纷纷开始膜拜阿拉 然后就在这一刻 一直在旁观看的几百列 看到了恶魔 他露出了邪恶笑容 对着几百列说 现在你知道我是如何性弄 那个伤人了吧 原来在恶魔诗篇的这本书中 恶魔从来没有跟象征 穆罕默德的摩罕德说过话 他只是静静的在暗处等待机会 这暗示先知穆罕默德 可能是为了要让当时还是 多神教信仰的阿拉伯半岛 接受异神论信仰 于是造假了阿拉的话 当然除了这点之外 这本书记里还有很多 诋毁穆罕默德的暗示 如描述他多位老婆 其实不是两家妇女 甚至还批评了 伊斯兰教的信仰很呆板 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如此隐射 才会招来了危险 甚至导致此书成为禁书 但也有人认为 这些隐射只占据了书中 恒笑的一个部分 整本书读下来 并不会觉得作者在抨击伊斯兰教 大家应该以更开放的心胸 来阅读小说 而如今魔鬼诗篇 已经成为了一种言论自由的象征 而马铃界只是希望 在这集影片之后 我还能够安全活着 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哪一方 大家都应该给予更多尊重 毕竟穆斯林在阿拉伯话语中 本就有实现和平者之一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 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